作詞・作曲 李宗盛 針宏第31章 第10節 才得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炎虎是说给一个炎虎听的 不是说给一只狗耳听的 所以如果你是炎虎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身份 有这个态度去做 而不要在近代当中做到一只狗耳 什么都不负责 为什么呢 因为神所给的人类的特性 和对祂的要求是从来都不变的 所以变成不变的情况 如我所说 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神仍然都是说那些未预备好 张色整齐 并且与世界行淫 这是淫妇 所以是没有变的 而并且还在世界每月的时候 他仍然都是以定婚和高阳的婚宴 去说关于身父和他之间的关系 所以都是不变的 而并且他还要用炎虎牵 去说出这个重要的秘密的原因 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神如有朝一日 这个炎虎牵的復环 末世的復环的时候 这个真理将会公诸于世 将于復环 因为你觉得今天未必适合来听 或者我说了之后 会增加很多不变或麻烦 但是你就履行你以前欠的义务 反正你可能根本二十多三十年 你都未履行过你的义务 现在知道的义务 你就觉得难了 你欠了很多义务的债 其实是难一点的 但起码如果有一个好的丈夫 会和你按部就班一起去做 去努力去做 但记住 仍然是你服侍丈夫 当是主人 你一生是为了服侍家庭 而努力 明白吗 所以神是预定了我们 在这个时代去復环 关于Olivant Have 而并且还要拿炎虎牵去復环 这是一天都没有变差的 我绝对相信 现在我所说的信息 都是一天都没有变差 没有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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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去顺服 你做不到 你应该坦识唏嘘 呼呼哭哀哉 你不应该攻击我 不应该攻击这篇信息 因为是命定了 这篇是Olivant Have 而我答应了教会 是会将Olivant Have 得到标准告诉大家 所以现在你可以静心听 或者你可以放弃 拿Olivant Have 这个祝福 但神是命定了千禧年的时候 的人 是需要听我现在说的这篇信息 所以如我所说 我主力都是告诉千禧年的人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代 在2016年 而被提前说得及 听这道信息的人 其实是占人类很少数 将来过千年的人 都要听这道信息 现在只不过可能 只有几年的时间 留给人类去听这道信息 而并且听的人都已经很少了 并且就已经可以说 不是顺着他们的社会风气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 我真心 最少有一半的理由 是告诉千禧年的 弟兄姐妹 只有一半的理由 在这里答应了你们 所以我要说Olivant Have 而当我说Olivant Have 这是在说丈夫的信息 我没有可能不说婚姻 没有可能 因为一个新婦 一个教会 怎样能够得到 她丈夫新郎 的Olivant Have 在结婚那天 怎样够得到 我一定要告诉你 这个新婦 在她订婚的时候 至结婚的时候 她是怎样去预备自己的 所以我想让你知道 这是Josifah 在她的记载 早期教会 当时你知不知道 法利错人 执着这个原则 去到什么阶段 你知不知道 其实当时 在那个阶段 他们衰得到 但问题就是 其实就是 有些巧妙 因为这个真的是 按着律法 他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太太不懂煮食 或者太太煮食 煮得不好吃 他们已经有权休了太太 因为这个就是按着炎父片 当然 拿到极端 因为是法利错人做的 法利错人正常试过 在记载当中 他们早期 想休了太太 很容易的 就是他找男人 跟太太说话 当他发现 太太跟男人说话 他又已经可以休了太太 这个曾经我们在天国比喻 我们在说法利错人的敲 杀都的敲 已经说过以前 主耶稣基督时代的历史 就是他们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做法 原因就是按着圣经 如果拿着这个原则去到极端 太太不懂得煮饭 煮得不好 或者煮得差 就已经可以成为法利错人 休了太太的理由 你明不明白我现在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 亦是真直神创造人类 社会当中 摆下去的一个律法 而这个律法 不是摩西五经 是在真言所说的这段解经 是真的这样解释 所以当然 现在不会有这些事情 因为你主犯主老 不要跟你离婚 但相对就是 原来我们这一代 当然我知道 姐妹 不是你们的责任 特意不去做 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 教了你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很早年都不会预讲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本身 灵修里面我知道的事实 但问题是 现在 我是有感动 并且我主日说的 Olephant Taffer 已经穿了崩 如果一定要拿这个 记录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其实这间教会 为什么成为神眼中的辛苦 其实是因为我将 这个辛苦的原则 做了出来 但问题是 你们身为一个太太 其实你只要在你自己的家庭里 做到这一点 而你的家庭是回到你教会 你就已经拿到Olephant Taffer 换句话说 你想拿教会的Olephant Taffer 但问题是 如果身为姐妹 你做不到自己家庭 这个更异的Olephant Taffer 你是更难的 为什么 因为当然更异 你不是承受商量水事件 你不是主力做国 你不是在这么多年当中 突破这么多範疇 你只是一个姐妹 回到这间教会 听了很多信息 这个就是真正的历历 并且里面得到很多 辅助 辅助 祝福 帮助 见证 所以 你真正有贡献 就做回现在这里所说 是容易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 我仍然理解 身为姐妹 其实不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未听过 但现在你听过的时候 真的用回教会教的策略 和方法 和很多大兄姊妹 给施施的鼓励 好好做这个责任 但记住 当然可能你的丈夫 根本是跌倒的 甚至不回石安 你就懂得要在 你这两个身份当中 找到的平衡 因为你会看到 永远都不会难得 过你牧师在过去当中 带领这间教会 怎样变成辛苦 所以你让你自己能够 得到丈夫的 领导 当然 如果你是独身的 不用了 所以 保罗说 为主的缘故 为什么独身是好 现在你就明白了 因为原来女性 是一定要在结婚的时候 懂得在婚姻当中 完成某一件事才可以 当然那件事是更容易 但也真的会分你心 就是完成了你 得到丈夫的名字 我说在属灵里面 如果丈夫说 我哄一下你 我给你一个名字 没用 根本给不到属灵的名字 因为原来一个 就算是非基督徒的丈夫 也能给你名字 就是因为你懂得服侍他 他自己的属灵的名字 甚至会安在你身上 你如果结婚 你没有丈夫的名字 其实你拿不到教会的 领导的名字 真面第31章第10节 才得的婦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 远胜过珍珠 请不吝点赞 - 《衹兆哋》 - 《衹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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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架子 - 《衹兆》 - 《衹兆》 抹起泪 仍拼命熱心追隨 再不顧離塌山醉 要賺我向天家中點逃去 再以路上傳承上你終取 已知全創心裡 卻不失去永不倒退 靈略沉上已久 願我敬喚永生衍去 儘管你外山奔跑天流 儘管你外山奔跑天流 使我敬喚永生涯 永馬 有所謂記煌 см reach